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铲想霍波可是距离远了一点点 已经被藏眼戏给精准的预防了 好的 来看下一局 第二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拳王亲王的哈维迪显示 哈维迪 哦 轻腿重手转引群 轻腿重手要来一发 好 闪神找机会 打爆发 不料中了一击炮拳 哎呀 这下受重伤了 还该再捡起来打一拳 安迪这个爆气没有爆发出来 可惜了 接下来看第三个回合 张远希的草蹄精 现在啊 打三文的话 能拿住张远希的玩家 也还真的不多 十纳九文的不多 轻腿 挑肥地 来一拳 就连拳王亲王老牌的三文高手啊 打张远希也是特别的吃力 可见张远希最近啊 进步真的很大 他也是 他也是三文界进步最大的一个玩家了吧 哇 草蹄精 给一个扔 拳王亲王有点招架不住 奈尔洛倒地 牵退两点 哎哟 等个也必 等到了 其实不是该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特地打高尚 那现在看拳王亲王的草蹄精 要和张远希一绝刺熊 哦 斗宝七 开场就是一发毒了图 拳王亲王今天是一个赌徒心态啊 可是在高端局中 这种心态是不适用的 中了两发大合体 落地再中一发无视 哦 这也是我最擅长的一种连法啊 拳王亲王被控拳脚了 还敢不敢再跳 再跳还怼你一个傻子 哇 继续 控距离 控拳脚 张远希是吃透了拳王亲王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呢 张远希啊 跳地 清腿找一个机会 大爆发 清腿点两下 不然中一发圣龙拳啊 游离清腿两点 炫富腿再来一下 接着游离就进行一个暴气 开萨飞 哎哟 哎哟 你像 刚才可以捡一下的 老卢没捡 看张远希 葫芦里卖的这就是什么样 哎哟 好 后撤 清腿两点 剪刀脚接翻运 大招上去战一战 哟 进发威力尽限 他就现在没有这个了 用个地坡拉一手 好 继续剪刀脚搬运 小招都是带搬运的 搬运是社长 咦 看第二个回合 前往前往地下一个人 这一波暗地又显身了 上一场是在张远希手里 小跳片下板 剪刀脚直接又是搬运 上去再踩 哟 剪刀脚继续搬 哇 双波搬运 大招搬运 落地第一个波 按第一次凹双龙拳了 跳地 甲东西向 这一波自己贴正向了 玻璃趴上 继续双龙拳 这一波应该是带走了 不出意外的话 好的 来看张远希下一个角色 第三个回合 张远希的猴子 战云拳射风拳 双段射风拳 然后跳地打腻 他选择地头 回向流行拳 先打半块血 不动 哎呀 什么情况 这个安迪 猴子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安迪其实是操作上面有的小小的失误 刚才 清脚重手战云拳 Sukemu有破绽 在对手有气的情况下 你这样压制肯定是不行的 哇 救救救救 中段又一脚踢倒了 拜拜了 那接下来呀 看全往前往下一个草体精 第四个回合 草体精开场就是一个 哎呦 猴子上穿下穿 左穿右穿 草体精始终是抓他不住 可摘堵了头 我 中招了 强反也交了 猴子继续在他身边左右摇摆 哎 没摆住 没摆住啊这把 没摆住就直接被带走 现在来看张云西最后一个雅典娜了 又是这个雅典娜 再也不知道看操作怎么样 雅典娜折天保气 C地确认乱武 草体精果断交出想法 人一个地头 轻角 气势不得一样 都得超杀 大十个踢 过来过来 塞可风 暴气了 这下可能要玩完 因为强反交的太早了 又中了一番超杀乱武 这把张云西肯定是下死手 这样带走 一次 两次 凤凰之剑 反够 超杀凤凰之剑 傻佑 接上一把乱武 把气用完 还故意把气用完啊 带走了全王亲王 接着看第三局 第三局全王亲王 漏龙2 带走 带走 再用他的 麦卓 这把随机到的 麦卓 威斯 两姐妹都为了随机到 追逼追上了 刀子替杀 没有开大 但是想再套路一套就特别难了 麦卓的小沟土开始了 谁抵死个变 谁抵 有破绽 这个龙二有点不太稳 你看青角切手刀子 没连上 麦卓呢 麦卓的拳脚也没有跟上什么 没想到裸斑了这把 这是让龙二没想到的 哇 角落追上一个也被带走了 太可惜了 对龙二来说 这一把 但是我觉得 对全王青王威胁最大的 还是张一熙的雅典娜 手底的 他需要想办法把雅典娜 最后解决一下 接着看青王的这个 增援战啊 哎呦 青角切手了 吹久没吹到 麦卓就用勾特勾他一把 麦卓也失误了 失误了麦卓 那来看威斯啦 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回合 张一熙的威斯 增援战自己爆气 这一把 威斯双方都是爆气的 哎呀 直接灌云 威斯不胜就力 一把超比莎 裸地的捡起来再灌一下 双云 哎呀四十多年啦 轻松一套死啊 这超比莎脸 这是张一熙的雅典娜又将登场 这次将上演什么经典连招啊 哇 都挺喜欢爆气的 都挺喜欢玩直接的 没有什么套招 上来就是对 2点乱5 想用最望远的方式来过波 现在也是有想法 开始面对雅典娜的爆气脸 他也是无忌可思 哎哎 升到空中有一发闪光水晶波 带走了 接下来 看草提醒了 没办法 能拿捏这个雅典娜的角色 对 因为雅典娜放到最后一个位置了 和第一个位置还不太一样玩法 放到最后一个位置 感觉他玩的就比较稳一点 雅典娜 哦 哦 刚才全用亲王已经在空中交出了乱舞 交出了强反啊 现在 张义兮又要将他一套带走了 啊 他真一套带走了 一分来到三比零了 今天难道说全用亲王要被剃头 这边全用亲王把草提醒 直接愤怒的放到第一个位置 八神放最后一位 应该是游戏吧 光咬独咬 呀 波动继续亲腿取手 布莱恩空弩摇摆 呀 继续亲腿逆向 亲腿取手 对布莱恩他这个不太灵活的角色 这个草提琴可以有个人有余的进行一个疯狂压子 又是落地无视 暂时 暂时剩下一滴血 草提琴再队 光咬 继续队 都开 这个下 要吃大亏了全王亲王 都开 又一次 哇这个伤害也没谁了 没有哪个角色伤害可以和布莱恩戴一戴手腕 好的第二个回合啊 洛奇 队友直战 又是把空中摇摆 哎呦 不了中招 cd两次带走 那第三个回合即将出交手 七甲射 先来一番篮球的假动作 负责的假动作 洛奇 哎呦 请给 呀呦 呀呦 来一炮 清掉切换模式变身 哇小飞地 接跑拳 变身联 没办法误解 被联伤就误解 除非枪反 这波 其实在把草提音放到手下位置主要是有一个爆八手底 这样的话他觉得会更稳一点 但是任何地外都有可能出现 八神超杀八十女上啦 好 来一把超杀八十女双方有望进入到第五回合的交手 第八 西风 落地中爪 天堂自燕炸 喝 再勾 哦 这波正向跳贼击中啊 看这次亚迪娜还能不能过得了亲王这一关了 这一关是暴度人物 有点难度 亚迪娜手底还是不是稳了一点 好先等一波破绽 不妨自己打出八神强反 八神太激动了 哇 八神也不知道如何 八神是想抓西风不要被反抓了 交出了强反的八神 太脆了爆八 闪光水晶波 续个力带走了 今天张亚迪成功剃头拳 我前往结束比赛 期待他们两个下一次的比赛吧 拜拜